台湾泰鲁阁族自治协会今年单规化修林乡、锦安乡、万荣乡来宣导推动自治区的理念 为凝聚族人的共识并且在阳金牧场办理颁售顾问证书活动 包括了修林乡长王玫瑰、万荣乡长梁光明、先议员陈美莲、简志龙 还有各部落会议主席都共同来实践泰鲁阁族的自治理念 台湾泰鲁阁族自治协会理事长聊到李坚士们 并且在阳金牧场办理授证顾问仪式活动 包括修林乡长王玫瑰、万荣乡长梁光明、先议员陈美莲、简志龙、修林乡、金安乡、万荣乡部落会议主席 理事长留到则是一般发顾问评述来肯定大家过去的努力 而这次泰鲁阁族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划定为自治区的族群 我们成立了一个台湾泰鲁支协会以后 政府就用这个窗口来跟我们谈自治 或者是轻重各部位的协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治 以通过这个作为各部位协商的一个窗口 那所以为了往那更多人的意见 所以我们希望在地方上也成立一个顾问群 希望我们的地方的现任的乡长、乡民代表、乡民代表、乡民代表 还有我们下面这个布鲁会主席等等 这些人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顾问 类似顾问的一个组织 我们一起来推动 理事长留到来表示 2014年1月14号泰鲁队组证明成功 紧接着就展开了自治宣传活动 资金刚好20年了 而这次主要们做好准备推动自治的工作 今年度、下半年度和明年度的上半年度 协会会全力前往部大力宣导 同时也举办大写的共识活动 大家做好准备 共同来实现泰鲁队组自治的理念 接着就会欢迎欢迎收到